今天拍这个视频是想要让大家知道iOS8的Touch ID,就是说那个指纹有漏洞。 你们相信吗?你不相信是吗?我现在就开始,一步步教你们。 先看哦,现在我是用拇指,拇指开的对吗?我关机,我再开。 我就用我的拇指,拇指也解锁了对吗? 关机,然后再用我的中指,中指可能setting不好,不好意思。 那么就用无名指啦。无名指开了。 再来一个为止,为止也开了。 至于这个要怎样setting呢?我现在简单教你们setting,其实这个算是他们的漏洞。 我们首先打开设置啦。我重新开设,设置。OK,然后Touch ID。 Touch ID跟密码。首先输入你的四个密码。 手指一跟手指二,刚才你们看到的是我五只手指,对不对?都可以解锁。 为什么?OK,我现在就要来开始教你们这个秘诀。添加指纹。 我现在用我的,因为我的右手已经有了,现在我用左手来示范给大家看。 我先用我的五只手指左手。一点。 再点一点。OK。 然后到十指,点一点。OK。 然后到这个无名指,点一点。 然后到这个为止,点一点。 为止再点多一点。 中指刚才是不行吗?所以中指再画多一点。 中指画多一点,给它完整哈。 如果中指不行是吗?那么我们换一个手指进去。 不行,再换一个十指。 十指。 十指还差两条线。看到吗? 所以我用拇指来取代咯。 OK,它线已经画完了。 就是那条线不能进,奇怪的这么话。 OK。 我五只手指已经进入了。 就是说剩下它的框框那里,看见了吗? OK。 就是说,同样的步骤。 你用一点。 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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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这个拇指一点。 然后这个一点。 OK。 它就显示已经完成。 Apple ID已经可以用五只手指来解锁。 来我们见证历史的一刻。 我先锁机。 先用五只手指的拇指。 解锁。 看见了吗? 我关机。 十指。 解锁。 看见了吗? OK。 到中指。 因为我中指不懂是有问题还是什么。 试试看。 中指。 解锁。 OK。 再来一个。 无名字。 解锁。 解锁成功。 为止。 就是说。 当你在添加这个。 Task ID密码的时候。 添加指纹的时候。 你就是。 当他の创市宣言, 这些创市宣言。 我应该马上的创市宣言。